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将能功大于过 还是仍然过大于功 正方是来自理科大学工程系分院的队伍 而反方则是来自马来亚大学的队伍 首先第十六届全国大专辩论会 感谢本届赛事的白金赞助商 康宁药剂 Caring Pharmacy 本会指定凉茶赞助商 康源凉茶 本会指定换泉水赞助商 莫玛的盛行赞助 事不宜迟 让我们将时间交给今天的大会主席 大家下午好 欢迎大家来到第十六届全国大专辩论会 办决赛的现场 我是今天的大会主席静凌 在我左右边的是计时员 他们是作安 心仪和贺义 现在让我来为各位介绍 今天正方双方代表 正方是来自理科大学工程系分校的队伍 一边陈文学同学宇航工程系四年级 二边陈锦华同学电子机械工程系三年级 三边邓小炯同学化学工程系四年级 四边肖显龙同学电子工程系四年级 请代表理科大学工程系分院向大家问好 反方是来自马来亚大学的队伍 一边温家中同学法律系二年级 大家好 二边胡昌熙同学法律系三年级 大家好 三边张兆贤同学物理系二年级 大家好 四边陈宏耀同学法律系三年级 大家好 请代表马来亚大学问好各位 介绍完双方辩手后 现在让我来为各位介绍今天劳苦功高的评审 第一位评审黄俊炎先生 曾是丹丹纳布爹中学学长彭亨大学辩论队前辩手 现任人民公正党彭亨州青年团团长 而连突中和中学辩论队教练 第二位评审梁泽忠先生 现任他是位辩论爱好者 第三位评审罗志昌老师 他是位资深评审 第三位评审梁又成讲师 曾担任国内外各大辩论赛赛事顾问兼评审 是现任的马来西亚讲师协会永久认证讲师 和学人中学辩论队总教练 最后一位是陈陈杰先生 是多媒体大学辩论队创办人间领队教练 荣雪华清理事 荣雪新安清理事 雪兰儿福建会馆董事和学运职委 现任明条公司研究经理 现在让我来为大家介绍今天的辩题 今天的辩题是 如果领导西蒙胜选 马哈迪将能攻大于过 或仍然过大于攻 正方的立场为 如果领导西蒙胜选 马哈迪将能攻大于过 而反方的立场则是 如果领导西蒙胜选 马哈迪仍然过大于攻 好 介绍完辩题 我宣布今天的比赛正式开始 首先 我们有请正方议变 开篇立论 时间为四分钟 请 谢主席大家好 马哈迪是我国执政期最长的首相 也是国际认可的政治强人 他执政期间带领马来西亚快速发展 可是对马来西亚的破坏也无可否认 马哈迪正是一个极具正义 让人又爱又恨的领袖 今天对方要论证任然过大于攻 就必须论证马哈迪以往的过 远远大过西蒙胜选后呈现的新民主现象 而我方论证将能攻大于过 即是胜选的意义 远远大于马哈迪曾经做过的措施 我方认为理由有二 第一 马哈迪执政时期 攻过参半 难以论证过是远远大于攻 马哈迪被誉为现代化之父 甚至在老一辈人的心中 他代表了Malaysia Bolet的形象 让我们从政治和经济来看看马哈迪的功 从政治的角度来看 1992年7月 柔佛苏丹伊斯干达打勾球队教练 刀格拉斯·戈美兹的案件 诱发马哈迪取消马来西亚各州苏丹的形式和民事诉讼豁免权 贯彻苏丹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法律精神施工 从经济的角度来看 马哈迪利用第二次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来帮助马来西亚 从轻工业转向中化工业 创造了就业率 2000年制造产业值为675.5亿令吉 同比增长了17百分比 就业人数245.5万 占全国就业人数的27百分比 马哈迪也与日本三菱公司合作推出了 国产车计划 以及和南韩现代企业合作推顿 冰层大桥计划 这都是马哈迪在发展工业和基础建设上的贡献 的确 我们知道马哈迪还有做很多可恶的事 比如释法制度上的破坏 种族关系的隔阂等等 可是各位 释法制度上有好有坏 种族关系有负面结果 可是带动的是马来人的地位上升 造就了一批马来中产阶级 虽然有点功利主义 可是无可否认的马哈迪提升了马来西亚在国际间的竞技地位 更是成为了第三世界国的代言人 那个时代的马来西亚人在国际上是能够抬头挺胸的 所以从客观的角度来分析 马哈迪功过参半 即使过大于功 可是真的是远远大于功吗 还是一点点大于功呢 对方立场要成立 就必须向大家论证或是远远大于功 甚至改朝换代 有机会替我国的局势拨乱反正 也无法原谅马哈迪 第二 马哈迪领导西盟胜选 形同让将死的民主复活 功大于过 现今的状况 除了那局享誉国际的贪污丑闻 没有什么比摇摇武器的民主 更能让人民对国家的改变感到绝望 纵使经历了308政治海啸 505换政府甚至明年掌握了过半票数 但是现今选举三角局势 以及选区划分不公 却似乎预测了来接大选天空 还会是令人绝望的灰黑色 在面对选举不公的挑战下 这个时候 如果马哈迪还能凭借自己的领导魅力 以乡区马来选票 互胜细盟入主不成 他创造的是一个奇迹 50多年以来第一次的政党轮替 这形同让民主重生 大家到底还有什么比这个奇迹 或进户神迹的结果来得更大呢 除此之外 入主不成后 西蒙还会进行改革 以完善民主制度 例如制衡首相权力 为首相属受身 法官不再受首相主导等等 所以我方坚决认为 如果西蒙领导 如果领导西蒙胜选 马哈迪将共大雨过 谢谢大家 谢谢正方一辩 接下来有请反方 派出除了四辩之外的任何一位辩手 向正方一辩进行质询 时间为两分钟 请 谢谢 你认为在领导西蒙胜选之前 马哈迪是功过参半 没有错吧 对没有错 那为什么我方变题上面有仍然遏制 而您方变题上面有将会遏制 对这个是变题的设定 虽然是仍然 可是对方还是要对比 所以我方认为您方是在否定变题 好没有问题 往下来跟你揪一下 不对 没有关系 你可以后续解释 再问一下 您方认为 马哈迪领导西蒙胜选的功 是改朝换代没错吧 对 那改朝换代是本身就有拉起利益 还是改朝换代 改朝换代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功 本身就有拉起利益 对 那我想请问你 你怎么样把改朝换代的利益 跟他过去阻止改朝换代 比如说505稳住肯直明 让纳吉稳住政权 您方怎么比较他的功 对方我已经和你比较了 我第二个点就告诉你 今天他这个改朝换代 这一个功已经比你 所以他这次有带来改朝换代 以前有阻止改朝换代 我方看不出您方怎么比较 对方你还要看一下 你以往是功过参半而已哦 我只在这一个改朝换代这个点跟你扯平而已 对方你是要片面论证吗 没关系 没关系 我只要问到这里 好 好 这个很确认一下哦 您方告诉我们 是不是 就是我们根据Politik的调查发现 最乐观情况哦 有没有是115到117微差执政 简单多数 您方有没有相抗数据 简单多数 所以还是西蒙银对不对 对没有错 还是西蒙银很好 我们政党文气了 民主得以伸张 好的承认 现状之下交战下 最可能情况是简单多数 不会超过三分二 再跟你确认一下哦 对于我国而言 多元 世俗 跟民主 都是我国重要的因素 您方没有歧义吧 对这些是马来西亚都很重要的因素 立国资本 这样我想请问你啊 对于这些重要因素 是摧毁的 就是一个过 对于它是建设的 就是一个功 您方有没有其他意见 他对于他摧毁了 对没有错 他司法上的确是有较过 所以我们只要讨论的是 对立国资本 他是摧毁比较大 还是建设比较大 我方问到这里 谢谢您 谢谢反方三变 现在我们又请反方一变 开篇立论 时间为四分钟 请 谢谢主席 温后在场各位 西蒙胜选 乃我国首次政党的轮 而变提当中预设了 仍然遏制 证明变提已经预设 胜选之前 敦马乃过大于功 而我们今天的变提 不是要双方探讨 马哈迪究竟应不应该 成为西蒙的领导 又或者是 马哈迪领军西蒙 究竟是力大或是必大 因为我方和在座的 每一位都一样 渴望着拉下日益贪腐的政府 也认同敦马领导西蒙 也较有胜算 但是变提要求双方变手 给敦马的政绩 在这个历史的定点当中 的定位判断 探讨他的领军胜选之功 是否足以将他的过大于功 逆转成为功大于过 而我国立国之初 众所周知 本着多元族群的特色 继承了君主力限制 那意味着多元世俗和民主 是我国的立国之本 那么一个国家的领导人 是功是过的判断 就要从立国之本的角度出发 如果是带来建设 那就是功 倘若带来破坏 那既是过 无方认为敦马从政以来 结构性的摧毁了我国的立国资本 留下了一个择议的马来西亚 无方认为 胜选给予的改革契机 还不能够逆转 它对立国资本带来的破坏 更不能够说是开创性的功绩 因此敦马仍然过大于功 首先第一点 敦马破坏多元世俗的国家精神 即使是变天也无法将之逆转 仍旧是过大于功 敦马在位期间高唱马来主权 无限期延长种族固打政策 无限期延长土族特权 它为了以一党竞争选票 更不惜让宗教渗透公权力 修改宪法121条文 告诉大家 民事法庭无权审核回教法庭的裁决 国家致此从多元的政体走向马来之上 从世俗的理念走向神权的侵他 所以宗教和种族的保守势力 在敦马的努力耕耘下 已经根深蒂固的成为了我国的政治生态 为了安抚敦马所未养出来的保守选民 西蒙被迫进行策略上的调整 他淡化安华的人民主权 转而引入种族论述 在西蒙的框架当中 更是引进了纯马来人政党的土族团结党 在西蒙的竞选宣言当中 不管是房屋 经济所有权 政府招标 或是企业的股权都好 都保留了土族的优惠政策 无方给予变天非常的高度肯定 可是西蒙必须抚训以保守势力 才能够胜选 实乃本届改朝换代的无奈 然而这次的改朝换代 并不意味着我国的选民们 已经足够成熟 却拥有多元共治的精神 更网论将保守思维连根拔起 敦马无法逆转立国资本的破坏 显然是过大于功 第二 敦马摧毁相互制衡的权力架构 变天仅提供他一个修复的契机 仍然过大于功 敦马在位期间 格除大法官 兼任财长 逮捕异议人士 落实条条恶法来制造白色恐怖 从司法 立法 执法 媒体 甚至到了公民运动 民主体制下的每一股 制衡力量都被马哈迪破坏的 不要不要的 国家权力 从三权分立走向了一人专制 而这种权力体系的崩坏 才造就了纳吉 精实精致的四亿妄为 不要忘记 纳吉也是由敦马扶上位的 505反风吹得纳吉的政权 摇摇翼醉 又是谁走进乡区 帮助纳吉 稳住了基本盘呢 今天纳吉的肆虐 敦马也是共不可没 如今西门胜选 拉下纳吉政权 敦马也只是解决 自己亲手制造的一个大问题罢了 简单多数一席的执政 如何修复 需要修改宪法的体制 还有许多烂摊子 都没有解决 又怎么能在此刻就断言 他是共大于过呢 我方不是不要改朝换代 而是要大家意识到敦马领军 改朝换代的本质和意涵 今天是解决还需系灵人 可是让系灵人来 是要让他赎罪的 而不是让他歌功颂得 共大于过的 谢谢各位 现在有请政方 派出除了自变之外的任何一位辩手 向反方一变进行质询 时间为两分钟 请 谢谢主席对方你好 你好 我听了你整篇稿 其实你整篇稿就是在说马哈迪的不好 不对 我有做比较 我说他对 所以等一下 很好 所以想请问你一下 你在你的主编稿里面挑一个好处 你刚才说马哈迪的好处 告诉我一下 马哈迪的好处就是能够让我们有了改变的一个契机和希望 很好 所以那个是 圣选西门的时候那个的功 对 我现在跟你讨论以前的事情 那么想请问你对方 所以第一个错误对方是偏面论证他以往的这些事情 没有 只看错误 没有看好处 想请问你 马哈迪以前真的是一个功都没有吗 有啊 我说他但是依旧变体告诉我们是过大于功 我知道依旧变体 可是问题是您方要告诉我的是 对比以前的功过加起来 因为他的过是破坏立国之本 很好 所以过大于功 我问你一个问题 我方说今天他功过参半的时候 他有这个模糊地带 对方要不要看这个问题 你给我功过参半的标准是什么 您方能够怎么得到功过参半的断言呢 对吗 我不是断言 我有比较给你知道 你怎么比较 我方的比较方式是告诉你对立国资本的破坏 我有比较的就是我给了你例子 可是你告诉我 我也给了你例子 两个例子比不出 你要给个字典才能够比较出来 对方不好意思 我以为是你的成稿环节 想请问一下你了 如果您说您有比较的话 为什么刚才我叫你举证 您方的主编稿里面对于以前的一些好处您方没有说呢 我们今天不是讨论以前的功过比较 那么想请问你了 以前的时候马哈迪他对于经济发展有没有功劳 有但是他同样 很好 谢谢 他同样带来土足惊人丑闻 炒外汇汗亏了400亿 对吗 亏了400亿 对吗 第二个问题想请问你他在政治上 他削弱了那个苏丹的主权 他让苏丹犯罪与庶民同罪 这个是不是功 但他同时也 对方 他同时也取消了元首国家法案元首的首肯 不需要经过 很好 这个就是一个功 谢谢正方意见 谢谢 由于双方同时使用突击权力 大会将以置硬币的方式决定哪方先发动突击 现在有请双方四遍移步到台前 正方为硬币的风筝面 反方为硬币的五十字面 投资硬币的结果是 正方将先发动突击 正方可以选择质询或承词 请问正方您的选择是 承词 正方选择了承词 所以待会反方只能选择质询 正方的突击时间为两分钟 有请 谢谢 刚刚在质询主编已经讲了 不谈以前 可是如果不谈以前的话 对方也要 其实对方也是有论证的责任要说 为什么是仍然功大于过 虽然这是变题的前提提设 可是功大于过这个东西其实很微妙 可能远远大于功 又可能大于一点点功 那么到底是远远大于功呢 还是大于一点点功 这是对方要论证的责任 反而是我们主编搞开头就跟大家讲了 其实马哈迪功过很模糊 对马来人讲他的功很高很高很高 可是对其他非马来人讲 他的过 他只会看到他的过 非马来人只会放大马哈迪的错误 所以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看法 所以功过而言是很模糊 几乎是没有一面倒的 也没有一面的优势的 所以对方要论证 在现今格局当中 当马哈迪领导西门突破现在的困局 带领马来西亚往更新的局面去走的时候 为什么这种带动马来西亚的进步 带动马来西亚前进 这一块新的东西不能够远远大过于 他之前功过参半的模糊地方呢 这是对方第一点要论证 仍然过大于功要必须论证的 第二点我们跟大家讲 对方也不断地跟我们讲 要看立国资本 摧毁立国资本就是过 能够建构立国资本就是功 很好 那么什么叫做立国资本 难道马哈迪没有立国资本的贡献吗 马哈迪把马来西亚从原本的农业 转型成去工业 他甚至能够带动马来西亚变成最大的半导体国家之一 让马来西亚在国际地位当中是提升的 各位 这个不叫做立国资本吗 甚至他能够让马来西亚成为第三世界国的代言人 立国资本有很多种 对方所谈的立国资本是看本地 我们也可以看国际之间的地位 所以本地跟国际之间的地位 立国资本有毁 也是有建筑 所以这一点对方也没有办法论证 为什么他仍然是过大于功的 这是第二点 对方没有论证到 第三我们再看一下 谢谢正方四辩 请问反方 您还要继续使用突击权力吗 请主编 对方没有你好 对方你好 您方认为说我方有义务要论证 过去是过大于功对不对 对没有错 那您方有没有论证义务告诉我 您方怎么比较功过参班 所以我就告诉你他很模糊 好 您方认为很模糊 我方认为有一个明确的标准 叫做立国资本 您方谈经济对不对 等一下 立国资本 我方的那个国际标准 是不是也能够用呢 您方不可以做标准 因为那个不是制度上的问题 为什么不能 请问你 宪法当中提及我们是多元世俗民主 但是经济的模式 是不是体制决定的 经济在宪法里面吗 没有 没有吧 是 所以立国资本 我们所谓的就是根本性的制度的问题 我再想请问你 经济的部分 马哈迪对于经济的贡献 是完全是供的吗 他有没有所谓的贪污丑闻的问题 所以我们说供过参办 我们承认 的确承认他有这些问题 您方承认在经济的部分 他是供过参办 但是我们看 对于多元的破坏 对于民主的破坏 对于世俗的破坏 我方认为是肯定 我方二边可以跟您交代 为什么是肯定的 来 再想请问你 您方告诉我说 今天改朝换代 我方的三边有问你 改朝换代他过去有阻挡 所以您方说要看未来 可以怎么改革 对不对 不太明白你的问题 可以问 好 您方说改朝换代 可以落实很多的宣言 是这个意思吧 不是 他 可能是啦 可能是 可是他最主要的是 他让那个政党轮替 我再一次明确一下 您方只是要讲政党轮替本身 没有讲过后 他落实宣言 是这样子的意思吧 有 我主编稿 最后有说 以完整的民主制度 我方请问你 马哈迪本身都已经说 他不一定能落实全部 您方认为 可以落实全部的 进行核在 对方你知道 如果他带领西蒙 赢了这个选举的话 后面才可以推出来 所以你也不确定 他会不会做 只是有这个契机 对不对 所以对方 你要我方论证以后 一定会发生 我只是要跟你确定 这是契机 不是您方改革可以到完 那部分的利益 不是您方享有的 谢谢 现在我们请全边筹尾 向评审收取 计分表格 现在我们有请 正方二边发言 时间为三分钟 请 先明确一下我们的衡量标准 其实我们的衡量标准很简单 我们就把时间先拉长拉阔 为什么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以前 马哈迪时代的时候 他所带的功 他所带的过 是功过参半的 这就是我方刚刚杰辩所讲的 一比一百是远远大过 一比二可能是稍微大过 如果您方要跟我们讲 他仍然功大于过 你就必须要论证给我看 以前的功 以前的过到底有多大 大到现在他能够改朝换代 能够有民主带来一丝希望 能够让灰色的天空出现一丝光明 这种功都可以被抹过去 所以这是对方必须要论证 为什么仍然过大于功 再来 对方很喜欢跟我们谈立国资本 他跟我们谈过去马哈迪 破坏了民主制度 他跟我们讲 以前马哈迪破坏了司法制度 可是 这必然是过吗 不一定 为什么 想当初的茅草行动 如果马哈迪没有那么做的话 可能可以想象到 五一三的画面要重演 他当初我们承认 马哈迪的手段是强硬的 他用铁碗的手段 可是他背后的目的是什么 要巩固马来西亚人民的团结 无论是他内安法令也好 其他如何打压反对党的法令都好 他为了是人民的团结 国家可以一致的发展 我们不否认这里面有过 可是对方能不能否认 这里面没有盖破了功呢 试问 如果想当初马哈迪没有用如此强硬的手段 没有用这种铁碗手段 当初经济的盛况可能被推行吗 当初的多媒体走廊可能被实行吗 不要忘记我们还有双峰塔 还是宾尾大桥等等 这些都是马哈迪他强硬的手段所带来的功 再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现在 看一下未来 看一下马哈迪如何重建立国资本 什么意思 现今的局 现今政治的格局是跟怎样的画面 回教党出来搅局 这回教党出来搅局只能导致到最理想 最符合逻辑的情况底下只有一个 到最后得力的是国阵 可是在如此劣势的环境底下 马哈迪依然能够带领 明年带领西蒙 改朝换代 实现两限制 这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 50年以来 国家首次政党轮换 这种功 重建 无论是重建他的民主制度 还是西蒙承诺了 把司法重新独立出来 等等这些都好的功 为什么对方不要看 可能马哈迪不会这样子做 可是 他至少给我们灰色的天空袋 谢谢正方二变 接下来有请反方 派出除了三变和四变之外的任何一位变手 向正方二变进行质询 时间为两分钟 请 尼方刚刚是说马哈迪所作所为是为了国民团结 对吧 可以是一个 所以他用内安法令官沈牧宇 官 这些人都是为了国民团结 是这个意思 他官沈牧宇在茅草行动的时候 是为了国民团结 他官华教斗士 他是为了避免 乌义跟华义之间 寄过的同土民伴 他官林吉祥 林冠英这些都是为了国民团结 这是他铁网的手段 好 这样我请问你 现在纳吉他落实假新闻法 也是为了国民团结 是这个意思吧 错 他是为了巩固本身政权 对吧同学 两者没有干 现在宁方的整个现实判断 我方非常不清楚 来看一下 宁方刚刚跟我提到经济的利益 过去他带来很多经济利益 对吧 对 经济就是钱 钱是不是经济体制的果实 对吧 经济体制是重点 钱是额外附带的结果 对吧 你要有经济体制才能有钱 好 这样一个公平跟绩效的经济体制 就能给我们带来钱 对吧 然后 然后我就想请问你 他落实的种族固打政策 这些马来人至上没有 经济体制 宁方觉得能不能带来钱 宁方不要看到过去几年 我们国家GDP每年身家多少 GDP这个东西 我方就告诉你 他带来的是钱 可是真正核心的经济体制 他已经弄破坏了 对吧 不要讲到他只剩钱这样低俗 整个经济发展起来 宁方不把这个公开在眼里 但是经济公平的体制 他造成的破坏 我就告诉你 这是国家资本的破坏 两者对比过大于公 没有过大于公 宁方的第二个论点 其实就是打包完 告诉我们说 现在政府很烂 可是我们又不能换 他给我们能换很珍贵 对吧 对 我想请问你 为什么这么难换 因为纳吉 我想请问你 宁方听过所谓的 这个IC计划吗 他引渡所谓的非法 外劳进来帮他 进行投票 然后所以 你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 谁做的吗 你无非想讲 纳吉的果性 不对 我是要告诉你 他是马哈迪 如果你这样子推的话 坦白讲 最错的是敦拉萨 你知道没有什么 不对 他问到这里 谢谢 他把马哈迪推上去的 现在我们又请 反方二变发言 时间为三分钟 请 谢谢 对方公国 自己没有给予判断标准 告诉我很模糊 不能论证 但我们看一下 他为什么不能判断 原因在于 他的角色是一直在跳动 他认为对于马来人力来讲 可能是好 对于全民力来讲 可能是差 可是放在这个遍体的语境当中 我们要讨论什么 宁方也有一时候 改朝换代 是要带领国家 走上更光没有未来 那本位应该是国家的角度 所以宁方听公国判断的理由 不模糊 我方觉得是 你没有完全去举证 完成你的举证责任 不要告诉我模糊 判断得到了 宁方请努力 第二 告诉我说 迫不得已要关闪的人 其实这个就是典型 告诉我说 权威政府怎样合理化 自己打压人民的时候 一个理由而已 告诉我说 菲律宾讲说 今天迫害人民少毒行动 也是迫不得已 请问哪一个权威政府 找不出一个 自己迫不得已的理由 去迫害人民 原因在于迫不得已的理由 是为了政党利益 和自己利益 而不是为了国家利益 所以你忙看 迫不得已的东西 不管吸到今天遍体的考量 因为它是私人考量 不是一个国家的考量 不要告诉我迫不得已 宁方还可以努力 再继续举出 为什么迫不得已的期限 第三 告诉我 他说大选有一丝曙光 可是我方立场就告诉大家 大选其实曙光 种下了马来种族主义的种子 到现在已经发芽了 在社会当中 我们必须辅述马来人主义 西蒙必须右倾 才能达到换大选的目的 这证明什么 林方所提的 明年的时候的新政治 已经不存在了 潘永强讲什么 可能这一次政治联盟 是一个前所未有政治联盟 可是这一次的政策推出 也是一个最保守的政策推出 证明什么 之前他种下了民族主义的种子 到现在依然不能跟出 以至于西蒙胜选选 必须要以这套模式去胜选 但是我必须要讲明 这个希望很渺茫 很渺茫 第四个 他主要讲说体制 主要讲说 那是纳吉的事情 不管纳吉的事情 可是我们按照您方的语气来看 我们拉长一点来看 民主体制的破坏跟失衡 到底是由谁导致的 修宪让司法不独立 是谁导致的 能罔顾民主价值 两次吵副首相 能把首相兼任为财长 能打压媒体自由 能打民权 血运等等 民主制衡力量抽离的 最严重的是谁 正如您方所说 执政22年的马哈迪 他可能是怪物 现在可能不是 纳吉的怪物 绝对是他创造的机制 产生出来的 您方胜选 我可以认得是顶多 去掉纳吉的怪物 可是产生怪物的机制 还存在 严格来说 这个宪政的国家 这个法制的国家 还没完全被修复的时候 我们依然不能相信 以后胜区的领导人 不可能是个人质 可能是个贤君 也可能是个怪物 所以您方告诉我说 民主制度 会因为他一丝乌云打开 讲这一句 是尺横的民主制度 还没打开那一片乌云 最后功过怎样判断 功过就像在天堂上面 有账卜一样 右边写着是你的债务 左边写着是你的公祭 今天马哈迪的债务 其实是一个很高等级债务 一排列下来 可是胜雪讲这一句 功劳到底是在谁手上 我们还不能确实判断 谢谢 接下来有请正方 派出除了一变和四变之外的 任何一位变手 向反方二变进行质询 时间为两分钟 请 对方你好 先确认几点 第一点 马哈迪以前做过的功 有没有办法被补救 所以我发说 借立国资本的功和过 才是最重要的判断 因为经济源自于体制 有没有可能被补救 有还是没有就可以了 功奖要补救 宁方 没有 马哈迪以前所犯下的错 那他以前那种霸权药 政治铁腕手段也好 如果这个过被补了 有没有可能被补 我方觉得在他有生之年 领导希盟政权这一刻 没有可能补上 好 宁方觉得没有可能补 所以宁方是觉得 马哈迪永远都不可能 功大于过对不对 马哈迪 宁方要论证 我方立场持的是 不可能功大于功 你不可能告诉我说 我要去告诉你的立场 所以宁方觉得 唯一一个有可能 让马哈迪功大于过的做法 就是马哈迪从来没有这样子做过 对不对 不对 他弥补完他之前做过的摧毁 对国家做出新的建设 那可能是功大于过 对方积极取证 对方可以了 他跟我们讲 在现实的角度而言 他永远不可能功大于过 那么请问 我们要如何论证我方立场 我提供你一个角度 他方的态度很简单 就是要让我们论证 这个世界上有时光机 时光可以倒流 那么马哈迪就有可能功大于过 总结 对方第二点 你不是我的答案 你跟我讲 纳吉是马哈迪所造就的怪物 对不对 对 民主市场体制体下产生的纳吉 所以 马哈迪造就了纳吉 所以这是他一个很大的国 对不对 对 他创造不只是怪物 还有创造怪物的体制 请你回到我一下 你知道是谁开始提拔马哈迪的吗 哦 您放下说是顿拉萨之吗 顿拉萨有错 不代表说顿马没错哦 可以 所以看到了吗 顿拉萨有错 马哈迪有错 同理 纳吉的错 不能够完全归功在 马哈迪的头上 总结 一个是提拔人才 一个是创造制度的空间 两者是不亚的概念 有制度的空间 提拔人才 依然可以被制衡 现在我们请全辩筹委 向评审收取继分表格 现在我们有请正方三辩 进行博论 时间为三分钟 请 好 谢谢主席 简单跟大家概述一下 刚才我们讲了一些什么东西 今天对方告诉我们说 要看今天的编题 一定要看我们的亲爱的敦马 到底对立国资本这件事情上面 到底做什么事情 可是我反正就奇怪了 尼范告诉我 他们的论证的方式很简单 他仍然过大于工 告诉你 他以前已经对立国资本 做出了破坏 然后他讲说 你今天要论证 他将能攻大于过 他们就跟我们提出很多东西 你看到今天西门赢了 他票数不一定很多 所以你就算这样子做了 他接下来也不一定能够对 他不能够对那个体制 做出任何的改变 尼范给我们的 空间到底在哪里 我们看到今天 敦马在这做件事情上面 他最大的功 叫做带来宁范刚才讲的 这个改选的契机 我告诉你 没有了敦马 没有了敦马的加入 你连这个契机都没有的情况之下 我们人民继续活在这么水深 火热的情况之下 我们靠内需 然后他们 我们经济靠内需 然后他提出一个消费税 我们越来越活不下去 我们不想要再活在这样的政府情况之下 他带来这个契机 不重要 完全抵不过他 一直对体制的破坏 我们跟你们比较的方式是 对 他以前可能对我们国家 做出了不少的破坏 可是在我们的国家 过得这么惨的情况之下 甚至存亡 这个国家 继续用这个政府继续活下去 我们面对国际上面 生命的打压的时候 他带来给我们这个 可以换的这个小小的 这个希望 他成功做到了 我们讲 他的功大于国 然后刚才我们讲那些什么事情 到底奈基做的错误 到底应该归咎于谁 这是宁范刚才的论述底下说 因为他是 敦马提拔上来的 所以他做的很多很多很多的做事 包括他现在可以做的错事 都应该归咎于敦马 我方就奇怪了 就好像我方刚才提出的这样子 敦马也是其他人敌拔上来的 你这样子头上寻头的话 你根本找不出来 最奔来的那个因是谁造成的 所以我们讲 你不可以完全把今天 我们国家面对的局面 所有归咎于敦马本身 我们要看的是 大家都知道 这种出伤害的故事 我们今天要讲 敦马之所以功大于过 除了他今天勇敢 这个93岁 阿伯站出来 帮我们除掉这个政府的同时 他面对自己的过错 知错能改善 莫大言 你以为每一个人都有能力 和那个勇气 把那个垃圾丢在那边 能够自己去扫的吗 所以我告诉你 今天 敦马能够站出来 带给我们这个契机 他成功扭转了我们今天的这个局面 我就告诉你 他做的远远大过他以前 对我们所有造成的破坏 谢谢 谢谢正方三变 接下来有请反方二变 向正方三变进行质询 时间为两分钟 请 谢谢 问你一个简单的比喻 我如测完毕上厕所完了 冲水 我有没有攻 不一定算有 不一定算有 对 我自己丢垃圾 我自己捡起来 未必有攻 老马创造避害 自己弥补 不算有攻 林方自打嘴巴了 第二 林方告诉我说 第二 林方四变可以举出 类比哪里错误 第二 林方告诉我说 周储处三害嘛 对不对 对 虽然我马达 这里提出三个失态 第一个叫破坏民族的多元公职 对 类比错误 周储处的三害 在里面这边 他除了两害是其他人 三害是他自己 对对对 这边的比喻之下 三害是马达 我可以可以可以 没有问题 所以你有告诉我 他除了种族政治吗 没有 没有 他除了害 是这个贪污 这个贪腐的政府 对对对对 而不是他中下的这个种族政治 对对对对对对对 贪腐的政府 是由一个人来出来 是由制度完全秉出贪污 啊 你这个就要告诉我讲说 由于可以说的所有的政策 请回答一下 是政府做的 所以不能够归工一个人吗 回答一下 贪污需要一个人 一直除一个人贪污 还是用制度来除去贪污 更有效 你完全就没有打击到现在的政府的话 你要怎样做到你讲的事 林方知道这是盘问环节 林方可以回答一下 今天一个人除去一个人贪污 还是用制度来除贪污哪个更有效 按照林方的语经的话 好 林方不回答 你再来这个契机 让这个制度能够做到这件事 停 停 所以好谢谢了 林方从来没有论证 走出出状态 按照林方提出的标准 林方也从来没有论证立场 第四 林方告诉我说 今天圣选就是一个契机 圣选本身对吧 是林方告诉我这是个契机 我方认为是个契机 那林方告诉我说 到底功大于过怎样判断 一个是契机奇迹 但是不知道内容是什么的 一个已经是确定的功 怎样判断 你一个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情的奇迹 你告诉我说 他比不上以前做的过错 我应该告诉你 他做不到的奇迹 就是 谢谢反方二变 接着我们又请反方三变进行博论 时间为三分钟 请 师傅在问我们 要不要改朝换代 要不要投马哈迪一票 我方坦然说 要 可是跟今天变题完全无关嘛 我们做的比较 从来不是纳吉跟马哈迪比较 我们是做现在的马哈迪 跟以往的马哈迪做比较 所以对方是通篇在离体论证的 我方给对方论证的空间在于 他要告诉我们的是 他要修改 以前对我们立国资本的摧毁 并且立下新宫 而立下新宫 是对方通篇没有在论证的 那我们看为什么立国资本那么重要 因为立国资本 多元 世俗 民族 是我们写进宪法的共识 而我们就是一个宪政国家 这是国家对于国民的承诺 如果你是要说的经济 经济只是立国资本过后 所带来的成果 倘若你立国资本就没有正确 你就不是往正确的方向跑 那你只是快速的走向不正确的地方而已 那你走向的是更加的彭党主义 你走向的是更加种族至上 没有办法汇集全民 那也是一个病态的体制 而不是一个公 所以我们讨论的重点就在于 对于立国资本 重点是在破坏还是建设 而我方提出的三点建设 是对方从天没有在国民做反驳的 第一点是种族上面的事情 种族上面我们没有办法做反驳 我们没有办法在这次的改条换代 进行做改变 我们这次的改条换代是 顺应人民的保守思维做改变的 西蒙在之前到现在的改变是什么 是西路土团党 并有幼青 承诺的是什么 承诺的是土权不会被削弱 承诺的是固打自主 至少不会削减 这个股权还会增加 在宗教上面也是一样 西蒙对于3555修正案 也是通偏不敢正面反对的 这样的情况以下 我发现我们发现到的是 种族跟宗教上面 西蒙在这次的改朝换代 是没有办法做出真正的意义上面改变的 我方不是在苛责西蒙 我方也只要解在这次的政治现实上面 他们没有办法 他们是无奈之举 可是我们要意识到 这是这次的改朝换代的局限 认清的这个局限 才有对我们今天真正的判断有所帮助 更何况 我们发现到一件事情是什么 纵使是改朝换代 也不可能是马哈迪一个人独揽功劳 我们说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是有功劳 是重要 可是你就忽略了 所有其他一起压死的稻草吗 不可能嘛 就好像我们在执行大选 我们必然要做的是起敌明治 我们从99年烈火莫西 我们从林广城提出的两限制 到308 505 我们还有告诉我们什么 有竞选门 有绿色集会 有律师公会 甚至全变 也是起敌明治的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 这样的情况底下 而当时候马哈迪在哪里呢 马哈迪在308 在505 在竞选门的时候 是最抨击最尖锐的那个抨击者 这样的情况底下 你怎么可能突然间把马哈迪 告诉我们他突然是一个大恩人呢 他挺多只能降工不过嘛 所以我们告诉大家的事情 在今天我们做的是 对于马哈迪历史定位做客观评价 我们千万不要把我们个人情感 深入在内 你要选择原谅他 你要选择憎恨他 这是我们个人自己自主的选择 但我们应该客观公允的 对马哈迪进行一个客观的评价 他仍然过大于工 谢谢 谢谢返方三变 接下来有请正方三变 向返方三变进行质询 时间为两分钟 请 向返方三变 你好 你好 你刚才告诉我们讲说 由于他对这个体制做成了破坏 所以接下来他就算 无论带出了任何的事情 他就只是扣了自己的国 对不对 还是可以的 论证他修改得到 立下新功 凌方立场是可以得正的 所以凌方告诉我讲说 他这样子做 他已经破坏了体制 所以今天他就算带领这些门圣了 仍然不叫做工是不是 他是一个工但是比起来的过 他仍然过大于工 所以我们看到今天 他带领西蒙圣了四个工 来 没有错 我说从来没有否认 我们继续跟你比较 我们继续跟你比较 今天 引发至今今时今日 请问 那 请问当全政府之下的腐败 和以往 敦马在位的腐败 做不做得出比较 何者更严重 我方认为两者一样 现在有假新闻 以前有出版及印刷法令 我方觉得差不多 好 两者一样严重对不对 好 那么请问你 推翻了现在的制度 带领着反对党入主 是个工 请问他 他会不会重蹈负责 重蹈负责 有可能会有可能不会 我方不了解你问题的意思 请问你 请问你 在他们的西蒙联盟里面 土族团只是在这么少的席位的情况之下 请问 他要如何重蹈负责 你突然间又说他很少 对对对 不不不我告诉你的是 今天西蒙可以胜选 可是在土族团 在西蒙里面的局面的情况之下 杜马能不能够重回他以前铁网和 比较霸道的政治手段 甚至还连可能都是司法会判这个选举 不不不不 我问的问题很简单 叫做土族团占这么少 西蒙里面的这么少的巴仙率 他能不能够重回他以前 这么专制独裁的情况 他会不会重回以前 不是今天的重点 重点是他能不能修复以前的负责 所以我们看到 他不会重回以前 这么专制独裁的情况 而只有他要推翻以前的 自己做出来的 破坏制度的事情的时候 第一点他未必推翻 第二点推翻也只是将功补过 谢谢 我们请全编筹委向评审 收取积分表格 我们有请正方四编 为我们进行第一阶段的总结 有请 对方刚刚三编已经很明确提出 他们今天看待这个变体的角度 其实就是看马哈迪一个人 而我们看待今天这个变体角度 是看现在的马哈迪跟下一的那集 来做比较到底马哈迪能不能够将功补过 这是我们两个人的看法的不同 可是 为什么我们不能够用对方的那个角度来看 因为如果用对方的那个角度来看的话 今天这个变体直接讲马哈迪到底能不能够 功大于过或者是过大于功 就好了啦 为什么还要提如果领导西门胜选呢 所以加了这个变体 我们不能够脱离现在的局势层面来看 现在的局势层面是什么 现在的政府开越来越贪腐 贪腐到连穆尤丁连马哈迪 甚至连里面的很多巫统党员都已经受不了 都已经分裂出来了 这就是现在的局势 这个时候对方跟我们 这个时候还要选区重划 然后还有假西门法出来 造成了什么 造成反对党下一次要赢的机会 威呼其微 根本就不可能赢了 那么今天这个变体说 如果领导西门胜选代表着什么 代表着是奇迹代表着很多 即使是保守穆斯林 保守马来选民 甚至是保守乡村选民 都认同马哈迪这个本身的领袖能力 代表着什么 代表很多人民都觉得 现在的政府 带给他们是只有水生火热的情况 这个时候马哈迪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出来拯救人民 他答应人民什么 他答应人民可以带领他们的经济 没有再继续跌下去了 我们不能够保证经济一定会起飞 可是至少我可以保证 放缓现在的经济危机 他还有答应什么 答应可以清算现在的很多 26亿的丑闻 清算现在很多贪污大恶 他答应什么 答应司法制度能够拨乱反证 他答应制度能够摆回来 摆正一点 这就是西门胜选要够将能做的东西 对方不断的说 你就知道一定会做到 可是对方要论证 为什么一定不会实现这种事情发生 所以我们才会说 但马哈迪领导西门胜选过后 有这种机会有这种契机 能够改能够改头换面 让马来西亚能够重新 让人民能够重新活得好好的 为什么这一切一切对比起 对方只会清算以前的马哈迪做过什么 为什么对方不看下的马哈迪将能做什么 将会带什么呢 这个是今天我们说将能功大于过的体现 谢谢 谢谢正方四辩 接着我们有请反方四辩 为我们进行第一阶段的总结 有请 好的谢谢主席大家好 对方没有基本上今天的策略非常的简单 他把功过再过去打糊 然后现在告诉你说有一个改变的契机 改朝换代是好事 我们一定要改朝换代 所以他功大于过 可是通常没有 宁方这样做很不负责任 因为我方已经提出一个具体的标准 叫做立国之本的破坏 因为按照宁方 我东举一个例子 西举一个例子 司法上他有一些建树 在经济上有一些建树 那纳吉坦白讲 也可能是功过相伴的 不是过大于过的 在宁方的框架当中 没有一个历史的人物 是可以过大于功 或功大于过的宁方明白没有 因为宁方在不停在各个层面打糊 我方没有办法进行比较 我方具体的跟你比是什么 经济的部分 您方也会赞同 是功过相抵 司法的部分 的确有削弱这个皇权 可是你要知道 他炒掉大法官 使得司法不独立 失去民众的意愿 到现在没有办法审核那级 那个是他具体的过大于功 在民族的方面 他对马来人的确是有帮助 可是我们是整体大马人 我们不应该有这种 把第53本来是一种扶弱政策 变成一种特权这样的概念 这样是违反我们的立国之本 是违反国家对我们的承诺的 宗教化的问题也是一个 本来我们国家是一个世俗体制 但是他121A修改条文 80年代国家机关回教化 就使得大马的神权的这种力量 深入我们的世俗体制 所以不要再告诉我说 过去是功过相伴的 过大于过 变体当中 还是我方的诠释 我方都认为说 我方已然论证 再来看林方告诉我说 要跟纳吉进行比较 可是我方讲得很清楚 跟纳吉进行比较 可是林方也要知道说 过去为什么那么的难 我方前面有论述 是因为他一手造成的党国体制 他使得首相的权力过大 使得纳吉现在可以为所欲为 1MD为什么会发生 正是因为他开创了 首相兼任财长的先例 哪怕是我方认可 林方所谓的同楼子 不楼子也算是一种功又好 我方上面也讲得很清楚 这一次的改朝换代是奇迹 可是这个奇迹 不是敦马一个人所享有的 是我们过去 从99年六和墨西 到现在各种公民团体的力量 各种政党不停的耕耘底下 老马迪只是临门一脚 这样子的一种功 的确是功 可是只是部分之功 不要胡乱为他邀完所有的功 谢谢 谢谢反方四辩 现在我们先全辩筹委 向评审收取计分表格 现在到了最刺激的自由辩论环节 我们有请正方开始发言 我方并没有不负责任的说立国资本打胡这一块东西 而是现实层面告诉大家 立国资本当中马哈迪有功也有功 对方没有办法很明确的跟我们说 会一定是过大于功 所以这第一点不要乱扣我发帽子 再来请问你了 当马哈迪领导席们上任后 他代表这个什么 代表是推翻现在首相权力很大的政府 为什么这种推翻贪腐的政府 不是一种功大于过的体现 您方告诉我 他立国资本的功在哪里 我方刚刚已经从经济 从政治上面来讨论了 再请你现在看一下现实 现在纳吉他把所有权力 都集中在自己手下一个人手中 请你跟我讲了 当马哈迪上任后 他可以让首相的权力给制衡 制衡司法制度这一块东西 为什么不是功大于过 对方没有 您方冲篇论证告诉我 司法的帮助是他虚弱皇权 那你有没有看 他在修改史的大法官被炒掉 这些司法大丑闻 他如今学绕有纳吉的权力 重建民主 重建司法制度 为什么您方立国资本的功 您方不要看 所以您方是承认之前 对于立法司法制度 的削弱系统大的破坏 那谈下您方今天不确定的功好了 请问之前破坏司法 独立的是要修宪的 这是西蒙圣选 只是微差执政 怎样修宪 我方从来没有否认他以前做过的错 而是我们今天要比较 不是只是清算他以前做过什么错 做过什么对 而是要看现在马拉提 能够打开什么新的局面 恰好现在 纳吉把所有权力都集中在首相本身 还有首相署本身 但西蒙能够把首相的权力 跟首相署的权力给制衡 达到一个平衡的民主政府 为什么这个不是更加功大于过 我们前面达成共识说他不可能是三分之二 可是修宪需要三分之二 是否意味着这次的胜选 没有办法如您方所愿 改变所谓制度上的问题 对方您方是要我怎样讲论证 他以前做过的错一定是被修改了过后 我方立场才能够得证是这样子吗 我方不是要一一盘点之前马拉提的错 可是我们看到现在马拉提就是能否改变之前的过错 我方认为能力上不能 您方就要举证能力上能嘛 那请问他修宪这一回事修改提示这回事 是不是马拉提现任是做不到呢 所以您方论调很简单 只要现实当中您方刚刚所举的弊端 还没有解决 他就永远都不可能公大于过对不对 不是说他现在没有办法解决 您方跟我论证一下未来怎么解决 如何解决 有没有能力解决 这是您方的举证右翼5 这时候就告诉我吧 到底怎么解决 我方从头到尾都已经讲了 只要西门入主不成 他有能力可以重组自己本身的内阁 他甚至答应说把首相署的拨款给减少 请你告诉我这种减少拨款要修宪的吗 你说他能有能力解决 那我想请问你啊 他当初扩大的种族孤打 扩大去房屋 扩大去土权 扩大去股权 想请问你这是西门圣选 有没有要解决这个问题 对方又跳回以前了 所以对方刚刚指译我方说他没有能力 现在又突然间说他有能力 那么按照对方罗基 他有能力的前提底下 是不是你也承认了公大于过 他有些有能力 有些没有意愿 所以我问你的是他现在没有意愿要衰选苦权 想请问你这样子的情况底下 他如何解决种族主义在人民根深蒂固这样的状况 所以达成共识 他是有能力可以去改变 您方讲的那个体制上的破坏和立国之本的 请您方回答我了 在立国之本上面 他可能可以解决的问题的情况之下 他带来这个改变的契机的时候 请问你为什么他不是公大于过 对方妹我方告诉你 民主体制的破坏 他可能可以解决 可是西蒙这次的胜选是右倾的方式 他没有要解决 不管你能不能 他没有要 您方怎么立功 对方请不要再空口说白话 到底右倾是哪里 对方只是跟我们说有土族跟非土族 请你跟我讲 到底种族比较严重呢 还是首相权力过大 首相权力过大 这种贪腐问题比较严重 为什么我解决严重的问题 对方不看 第十一条 敦马领导的西门宣言就告诉我们 他要提高土族在观企的股份 您方告诉我 他怎么削减马来自上的观念 您方跟我们谈种族主义 又跟我们谈宪法 在我们的宪法里面 马来全是要受特别大语的 但你们是不是在自打嘴巴呢 如果您方理解153条文 他是一个特殊地位 不是一个马来自上的天然权力 所以您方还是没有论证种族思维 在马哈迪执政底下已经受到伤害 至今为止西门依然延续这样的思维模式 去改变这个国家 请问了 祸害依然延祸至今 没有改变怎样功大于国 对方什么是沿着这个思路 今天我们知道西门是一个什么的政党 他是一个倡导多元民族文化的政党的时候 对方你要不要看 那个是过去的名连 可是很可惜西门这一次 他比较想要营造的是一种土著支配的感觉 所以才有所谓的安抚马来人不安 由此可见 这次西门的胜选恰好是论证了 我们必须顺应保守的势力 种族至上的思维没有办法被根除 没错 为了安抚马来人他用了一些手段 可是对方从头到尾没有正面回应 为什么这些手段带来的恶 远远大过于我去解决贪腐的问题 解决权力不平等的问题 去制衡司法制度 这个是立国之本 司法制度能够多乱 反正为什么这个远远小过你的种族 所以我们知道在种族上面 您方是丝毫没有要解决的 所以种族会延续继续祸害 这样请问您 要司法独立要修改宪法 您刚刚告诉我 在微差执政底下 您方是怎么修改宪法 让司法独立的 刚才我们已经解释了 您方纯粹只是提 他用一个同样的种族的手段 去达到改选这个目的 您方还是没有回答我们 在他做到这边 有能力去制衡这个司法问题的时候 他带来这个改选的积极 为什么不是公大于过 您方无非是告诉我说 体制修复上面 有一些不需要修宪的可能可以改变 可是不要忘记 马拉第对体制破坏是层层面面的 司法需要修宪 您方不谈 至于他承诺的所谓的反弹 会念入县制里面 也是需要二分三的国会议员修宪的 同力改变这个国家体制 所以首先谢谢对方 承认我方的确是可以改的 所以认证我方 变成今天是将能够去改这个体制 对方你不能要逼我方说 我一次过信就能解决完所有问题 对方 没有逼你 你也不用谢我 樊老师告诉我 三分二一息打不到 怎么让反弹会独立呢 都说了很多制度层面上面 内阁上面 司法上面 不一定要靠修宪 反正是对方不断的说修宪修宪 你的种族才需要靠修宪吧 如果你不要土足 你不要买特学 你要修宪 那么对方要怎样做呢 我方只要提醒你的是 这一次的改朝换代是有其局限 没有办法把它过去的过 所有弥补完 也没有办法立到新的很大的功 所以再想请问您啊 世俗体制的破坏 121AEA条文 让世俗法庭 没有办法再审核宗教法庭啊 你方这次的改朝换代 有要改这一条吗 我方终于听清楚对方的论调了 只要我们一天还没有解决 全国所有的问题 永远都不可能公道于过 这样我方论证的底线还在哪里 最起码你要论证 他有这个意愿要解决吧 那请问你 他有没有要拯救我们崩坏的世俗体制 对方其实有一个 对方其实很讲很狡猾 我已经讲了他们有意愿做 这个时候对方就讲 你都没有能力做 对方你在逼我们 到底要论证有能力还是有意愿呢 您方论证有能力也有意愿 所以在改教风波这个问题 您方是没有告诉我们 他有意愿也有能力 去改变一二一一条呢 世俗体制的破坏 这次改朝换代是有其局限 做不到任何修复 我们刚刚都已经 从头到已经论证了 不管是从司法上面 还是从经济上面 他是有能力 能够带领马来西亚 有一个打开一个新的 谢谢 谢谢 您方从头没有论证 您方告诉我这个契机 契机意味着可能 可能意味着还没改变 所以您方不要告诉我 您方已经论证了 让四面大学解释 怎么样具体改变 你如果您方告诉我的事 未来有可能会改变 那之后的宰潮换代 也不是蹲马 带领西亚盛选的功劳吗 为什么要图乱邀功 所以您方同学 您方如果真的是要讲可能 可以 但是您方好歹给我个比较标准 为什么您方的这个可能 对比起我方实然 已经造成了伟大的迫害 且延续至今的迫害 为什么您方的可能大过 好歹论证下吗 这方说可能 对啊 可能改变可能不改变 这样不确定的因素 不应该是今天讨论的重点 我们应该看的是 单单纯纯改改换代 把那级贪腐政权 拉下台的那个选票开票业 这样的情况下 到底是功大于功 还是过大于功 谢谢双方 现在我们请全辩筹委 向评审收取继分表格 接着我们有请反方四辩 为我们进行第二阶段的总结 您方总结二所剩余的时间为 三分钟五十五秒 有请 好 谢谢主席大家好 我想请对方的解辩 不要因为您方没有办法论证立场 然后告诉我说 今天我方不断的 没有给您举证的义务 因为我方已经讲了很清楚 我方其实看的不是那么简单 是没有办法弥补过后 我方要看的是 这一次的改朝换代 究竟有怎么样的意义 首先 我们到最后 我们可以确认一件事情 其实是两个前提 第一个部分 它只是简单多数议习执政 所以对于民主制度的方面 它有一些东西 不能够大刀阔斧地改 这是我们达成共识 当然有一些小的东西 滋滋结结地可以改 我方可以赞同 那是它的功的部分 但是立国之本三个部分 宗教也是要讨论的 种族也是讨论的 种族的部分 其实您方误解了 不是153邦中 我们立国之本就有 因为153讲的 只是一个扶弱的政策 但是是马哈迪把它变成是一种 马来民族与生俱来的权利 所以它无限期地扩张 这个土著的经济 它不分 没有期限的 只要你是马来人 就邦这样子的概念 是我们认为 破坏立国之本的伤害 而第二个部分 其实也没有太大的触及 就是对于世俗体制的崩坏 我们国家是个世俗体制 我们在马哈迪80年代 国家机关回教化的时候 修改最关键的EA条文 使得宗教法庭 不再受民事法庭所管辖 这是它对世俗体制的破坏 所以我方告诉你说 这三个立国之本 对于民主体制 它没有办法做大刀过斧的改变 其他的两个 这次的改强换代 为了迎合保守马来的势力 西蒙整体的右倾 他被迫不能够 把这些事情放入他的宣言当中 也以此我们觉得 他没有这个意愿要更改 这是部分 那回到来 其实我们今天谈的是什么 我们今天谈的是老马这个人 他一生当中的过去跟到现在 宁方当然可以讲 现在的情形很逼急 但是我们始终 要历史评判一个人物 我们就应该看的是 他过去的过 跟现在的功进行比较 我方讲 宁方最后那个改朝换代的功 的确是有存在 可是要记得 他仍旧是西蒙四个成员党 公民社会 有部分的功 不代表全部的功 各况您方要理解 其实我方为什么 一直告诉各位说 今天我们要用立国资本来看 我们可以理解 马哈迪这个人物 他其实从未从政以来 写下马来人的困境 从首相的时候 无限的扩张 土著权益 高喊马来至上 到最后说他退出了 仍然以土著团结党的姿态 加入反对党 这个人毕生的追求 这位肖雄 他讲究的 其实不是以大马 整体人民的利益为主 他所捍卫的 是马来人的福利 跟马来人的利益 这也是我方告诉各位说 他的理念 跟我们立国资本的理念 是截然冲突的 但是我们的开国先贤 承诺我们什么 是的 有153 但他只是特别的地位 不是特权 是的 你可以有 伊斯兰为官方宗教 但他不可以侵入我自己 是的 我们是一个民主的体制 这些部分 马哈迪的理念 他的威权主义 他的马哈迪主义 是摧毁的 而不是建设的 这也是我方告诉各位说 我们不能赞同这件行为 为什么 因为历史的评价当中 如果我赞同 他是功大于过的 换而言之 我其实是放弃了 我原本捍卫的多元 原本捍卫的世俗 原本捍卫的种族 平等这件事情 所以我方告诉各位说 的确很可能很严苛 你方上面讲的很慷慨激昂 他很辛苦 在93岁的老年 老年龄的这么老的 还很出来 还愿意在这个时候 对抗纳吉 或者是说面对众叛亲离 他的确是让我们很感动 可是我们认为说 真正应该要捍卫的价值 不仅仅是我们 对老马这个人原谅与否 而是客观的 回到我们开国先贤 一开始制定的条款当中 我们去审视一下 到底他有没有在建设 或者是有没有在破坏 而我方认为说 我们必须这么严格的 去对对待马哈迪 原因是如果我们认同 他现在当下 就可以弥补完 以前所有的过错的话 等同于我们背弃了 我们长期以来 所捍卫的价值 我们认为说马哈迪过大于功 因为我们认为马来西亚 应该长成我方这样子的模样 谢谢 谢谢 反方四辩 最后我们有请正方四辩 为我们进行第二阶段的总结 您方总结二所剩余的时间为 三分钟三十九秒 有请 谢谢 没错 马哈迪很难原谅 其实讲真的真的是很难原谅 可是啦 那个是看在之前 没错 刚刚对方截变一直把观点 把眼光放在以前马哈迪 曾经做过什么 他一直说马哈迪破坏了世俗 破坏了种族 破坏了宗教 没错 那个年代那个时候的马哈迪 的确做过这种东西 那是他的过 可是如果放在那个时候的情况底下 对方还是没有跟我们谈 为什么那一些的过 比起马哈迪把马来西亚变成第三世界的强国 把马来西亚的经济腾飞 这一切的功对方没有做比较 这个是第一点 在那个时候的年代情况底下 我来跟对方做比较 对方没有跟我们做比较 所以 第二 对方跟我们说的是 对方跟我们说的是 马哈迪 马哈迪带领西蒙入主布城 这个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劳 的确 这个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劳 可是没有马哈迪 连这个机会 连这个契机 都不可能会有好不好呢 因为在现在的很多保守马来选区 甚至是保守穆斯林选区 靠的是什么 马哈迪的个人魅力 靠它去拉票 这才是我们希望西蒙能够赢的一丝机会 为什么我们这么迫切要这种机会 因为我们对现在的政府 已经忍无可忍了 忍无可忍的那个标准是什么 因为种族不平等吗 没有 没有 是因为贪腐的问题 是为26亿的问题 是为一马公司丑闻的问题 请问这些东西有哪一点是涉及到种族的 的确种族问题还在 种族体制还在 可是这些不是我们平民老百姓忍无可忍的东西 我们忍无可忍的是首相权力过大 政府不听老百姓在做什么 他只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权 这连很多巫统里面内部的人都很不能够接受 所以我们才说现在的问题 最严重的就是贪腐政府的问题 这个时候我们要做什么 把这个政府给拉下来 换一个更加连结 上去换一个能够改变现况的政府 要怎样改变现况呢 司法 通过司法的手段 把首相署的拨款给减少 这样子是可以大幅度的降低首相的权力 不需要通过修宪 还有制造多几个 他这边是有讲 制造多几个 能够平衡首相权力的一些部门 或者是之类的东西 这也是不用修宪的 这个组内阁吧 而且把首相署的人数减少到至少有三个部长 这个也不需要修宪的 所以看到了吗 解决贪腐的问题 还有一点他们最提倡的就是一上去 能够把那些贪污26亿的人全部给抓起来 这个也不需要修宪 也不需要通过三分二了 所以可见 波乱反正在现今情况底下 马哈迪是能够带领这西门能够做到 而且虽然不是说一定能够做到 可是至少马哈迪是带领这西门 在未来是有这个可能性 在未来是这样能够做到的时候 情况底下 为什么对方在 为什么对方 还是说 仍然过大于公呢 最后一点的东西就是说 改革国家马来西亚这么惨 要改革国家不是一飞冲天的 改朝换代不是一夜之间就可以腾飞的 他靠什么 靠是一步一步慢慢来 所以我们跟大家讲 你一天不改 西门一天不入主 连一步一步慢慢来的机会都不可能会有 反而一进去了不成 一改了够 能够一步一步慢慢来 这一切都是马哈迪 虽然不是马哈迪一个人的功劳 可是是马哈迪带领着西门 能够进入 能够达到这一个里程碑的一个功劳 这就是马哈迪过大 马哈迪功大于过的体现 我们不能够停留在以前去清算马哈迪的功跟过 我们要放眼现在跟放眼未来 马哈迪以前的错 他已经承认 他已经道歉 他甚至已经说 以后不会再放 可是功 他可以带领马来西亚腾飞 所以是功大于过 谢谢 谢谢双方今天带来的精彩辩论 现在我们请全面筹尾 向评审收取 总结二的计分表格 现在大会有请评审团一步到台前 有请 现在我将宣布本场比赛的印象票 第一位评审黄俊妍先生 投给了返方返方获得一票 第二位评审梁泽忠先生 投给了返方返方获得一票 第三位评审 第三位评审罗志昌老师 投给了返方返方获得一票 第四位评审梁又成讲师 投给了返方返方获得一票 第五位评审陈晨杰先生 投给了返方返方获得一票 因此本场比赛的印象票 返方获得五票 好 下一大会有请评审团 为今天的辩论进行点评 有请 好 那在座的各位大家下午好 那我简单交代一下 我的印象票 那我觉得这一场比赛比较 对我而言比较像是一个架构 跟架构之间的对比 也就是说正方开篇立论的时候 他开出了两个东西 第一个东西是功过参半 第二个东西是让民主复活 那我听下来的时候 其实我对于功过参半这个东西 我个人认为是 对你们而言是很危险的 为什么 因为当你这么说的话 你就有责任去论证 功过参半的标准 还有你要捍卫 后来对方所攻击的所有的东西 那当然到后来 返方就开出了两个东西 第一个是结构性的东西 结果就是立国资本的破坏 那第二个是他最多只能做的是修复 然后他的修复在局限于现有的改朝换代 只能简单多数票执政的底下 是不可能修宪 所以对于宪法的破坏是做不到的 这个是正反双方架构上的一个开出来 那当然 所以在正方开出架构的时候 第一轮的盘问就进行了 这个 质疑 那他就是质疑 就是说 他是说 仍然还是将会 他就说你是不是在否定变体 也就是说 这个变体本身 我个人的感觉而言 我是可以接受是说 过大于公是一个 大家公认 也就是说 如果双方都在某个程度上 在开篇理论上 认为马哈迪是过大于公 的话 其实这一点是从来不存在争议的 可是因为正方说 参办模糊 没有办法判断的话 那你就要告诉我们 你就要用更多的时间去解释 为什么了 所以反方在这个程度上 是指着你是否定变体的 然后第二点 然后到后来的公事呢 我觉得反方甚至到后来质疑 对于正方的质疑是 你要提出 模糊或者是好坏参办 公过参办的标准 明确的标准在于哪里 然后甚至到后来 我觉得正方都没有办法 给我一个很明确的交代 所以我觉得 公过参办这个说法 对我而言 在市场比赛是不能够接受 因为正方没有办法 给我一个很好的标准 那当然要怎么判呢 其实 我觉得正方可能去到太过极端了 如果是说他只是认为 我觉得反方给了一个很好的例子 就是把左边把他做的好处 做过的功列出来 右边把他的过列出来 做一个比较 那这个是反方 没有错的话是三变 后来二变 二变后期有提出的 我觉得这个说法其实是可以的 那你也不需要需要那么极端说 把他好坏参办 你就把他拉到说 有没有可能某个程度上 他以前做过的好 可以抵消他所做的坏 就是说他以前可能做过十样坏事 可是八样好事 那我们要做怎样的 这样子的一个判断 然后设出一个标准而言 那如果是这样子来打的话 其实你们会更好打 为什么因为 从头到尾打的东西都是一样的 反方所提出的东西就是 对立国资本的破坏了 然后还有修复做不到 由头到尾其实都是一样的 那在你提出了这个功过参办的前提底下 第二个问题是我认为是 正方没有办法对于 反方所提出的这个标准进行质疑 也就是为什么今天这一场比赛 一定要从立国资本讨论呢 这个是反方开出来的框架 因为对他有利啊 这个是必然的嘛 那如果你是不去打好坏参办 那你是去多 好可以抵过 他仍然是过待于功 因为有一些制度上的缺陷 就比如司法上的言 他们说 直接领选大法官 这一种是过 然后你们就可以提出 同样是司法 他就修宪削弱皇权 那这同样一个立国资本的这一块 是不是也是功过 可以比较得出一个对比 其实他做的这件坏事 可能还有做其他的好事 来做一个相抗衡呢 我觉得如果你们的架构 不是用好坏参办来打的话 其实对方的很多东西 都是可以进行质疑 可是到后来 不管是所有的例子 司书也好 到后期也好 我觉得对我而言 都没有很好的办法的 对反方开出的这个立国资本 就是宗教 种族的这一条 还有司法的这一条的 这个进行质疑 那我觉得 这一条线其实是 我这一点是 完全是判 我是判给反方的 那还有另外一点呢 是 我觉得 正方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 没有办法 强化 如果马哈迪带领西蒙执政过后 为什么他的功劳是这么大 这个东西对于你们而言 也是非常关键的 你们只是纯粹告诉我 他是奇迹 然后他把不可能做到可能 那这个背后其实还有两个问题 也就是 这个这么坏的制度 其实是不是真的 有老马提出来的呢 国阵的制度底下可能 从我们独立了之后 从他开始有联盟的时候 反对党就不太可能可以执政 那个制度上修改 就是选区划分 其实不是老马 唯一一个人做 其实在很早期 早就已经进行过 从15%改到50% 再搞到 改到完全没有限制 所以这种可能是制度性的东西 是国阵本身早就落实 那在后来的时候 老马只是 在坏的情况之下 再恶化 那如果这一点的话 第一可以淡化他的坏 那第二点就是 我觉得后期 节变开始小节之后 还有提出的一个东西是 为什么老马可以做到那么好 也就是说带领乡区 把不可能 另外一点是 我觉得正方里没有办法 留下的一个印象就是 为什么这个东西 没有老马真的做不到 你要论证据 以前即使安华债 他也做不到 可能因为他也吸纳不到马来票 保守马来票 505 为什么换不成 也就是说 归咎于这种东西 也就是说老马就是把一个奇迹创造者 而这一点的功 如果没有老马的话 马来西亚可能一百年都不可能改超换代 就把这个功的利益 拉大来进行比较的话 可能那个印象会更好 这是我的点评 谢谢 各位午安 我不懂为什么 我一面看场比赛 其实我一直在笑的 一方面始终 OK 首先这样子 我觉得真方的架构应该开展的 那个方向 到了总结结变的第一句话 和最后一句话 接近最后一句话再讲出来 老马真的很坏的 第一句 最后一句是 我们不要再纠缠过去了 你们就是因为旧缠过去谈老马 过去好坏参半 结果自己绑了自己斑变身体 你们要去为一个独裁者 一个过去22年破坏了国家体制 乃至于摧毁了原有价值的人 为他辩护 怎么样辩 如果这个辩题 早在15年前辩 你们可能赢的 当时华社大部分 大部分华社人当我们骂 批评马哈蒂的时候 很多人讲 不要血气翻钢 他很照顾华人的 20年前 你们看不透 你懂不懂 他还没有出事 20年前 这些人今天 全部吊转枪头 骂老马 好像把老马不吃到五马分尸 不能显示他还谨慎有一点点争议感 我讲的不是其他种族 是我们这个种族 对不起 离题 反方太简单了 老马的所作所为 破坏了立国资本 世俗 民主和多元 分别对应这个释放 还没有过关 那个反假新闻 这个视频播出的时候 我讲的真相会变成假新闻 可能我要筹钱 然后闭关十年 六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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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好 闭关 回来这里先 马来自上 马来自上 司法不独立 总是伤害我国立国的母体 那我国立国之前 那些马来联盟的医师 好像全部都很干净的 很多元种族的 老马呢 是一个妖魔 莫名其妙 然后呢 第二部分讲呢 这一次大选 从能力上 他说 就算赢也是微差 微差 能力上你不可能通过修宪解决你们 对不起 他认为老马做过的坏事 第二 医院上 这次要赢 可能要倾向保守 这样照顾种族 可能要放纵回教 因此也不可能做到 医院上能力上不可以做到 可是他们又怕人家觉得我们讲到很灰暗 所以提出 这是一个不同意义 没有不同意义的改朝换代 不补的还算OK了 理论为什么我这样跟你讲完 因为他们重复朗诵 反方重复朗诵的原因 是因为正方完全没有挑战 正方在另一个空间 在平行空间 朗诵什么呢 老马有好有坏 各位 不是不能为老马过去辩护 但注意 在策略上 应该后发限制 等他提 他提坏的 你提些好的 相反过来 你就可以提出 你怎么证明一定坏 你把你整个 应该拿来做博论搞乱的概念 放进你理论里面 你就等着对方念见 是又设 不是又设 最后才发难醒悟 我终于 我们明白 应该放下老马 对的 你们要比较的语境应该是 当境国境 如此困惑 整个马来西亚像一艘沉默的邮轮 如三十年前的菲律宾 这个时候 如果不换 会怎么样 你把它打成什么呢 像你这么计算 斤斤计较 你算得到过去 你算不到 对不对 你会失去未来 你用这个角度来吃对方 你才 这个才是你的价值位 要不然的话 你看到很容易的 这个老家伙 他破坏是国家 他把整个马来民族 鼓往进来 所有想法 所有想象 无限极端化 讲是老马 造出来的 对不起 后来他知道不对路 他讲不是老马造出来的 嘿嘿 153不是老马 那是特权罢了 老马只不过这样 极端一点点罢了 其实就是 按照顿拉萨那个交伙 我这样讲会得罪吗 就是那个交伙 搞不出来的 搞不出来的 用这个 用这个 公权力 来辅助某一个族群 这种荒谬制度 前首相啊 当任首相的先父 所以后来还是一个问题 我这几天看每一场全变的编题 我都有个想法 当那个奇怪的法案 过关了之后 我们这个遍体还能谈什么 全变办出来 其实就引蛇入洞 坑我们进圈了 所以刚才智昌讲那一番话 全变的目的就是 引导大家好好理解一下 你身在这里 你生在这里 长在这里的国家 到底在发生什么事情 有些人在玩什么游戏 问题是玩这个游戏 人现在用了一个最高转手转 虽然有点重叠 他不让你知道他的真相 因为破坏魔术式 莫术是最大莫及的 代价是六年 对不起 我本来讲很短 我讲到这个就很难收拾了 不过我们这里还有点 我们还有空间的 还有空间的 因为我们毕竟没有进入席地元年 谢谢各位 我讲很短 我觉得我凭这场比赛我有点辛苦 就是因为正方的立论是有点奇怪 因为你一看 我不知道为什么你要捍卫马哈迪过去做的东西 这东西是我觉得是不能 我觉得很奇怪 而且浪费很多时间 然后也让访方很多机会去挑 当然我知道你策略上处理说 好坏功过参半这东西去处理 技术上是可以这样处理 但是你们整个过程没有用来做一个很好的攻击 或者是防守 然后只是到最后结变的时候有提出一个东西 就是马哈迪的工作 就是让今天崩坏的国家有机会 不再继续崩坏或者有机会逆转 这个很重要的概念 但是你们整个 从立论到后面都没有去贯穿 直到结变的时候是讲 他才有提到 我觉得这是很可惜的 当然 然后因为你们花太多时间在所谓在捍卫马哈迪 这个部分我觉得真的是很可惜 很多时候你就变得你们很被动 你们一直在回应着防方提出的一些质疑 然后你们有些回答也不是很理想 所以变成防方的一些所谓的立论立场的东西 你们没有去碰到它 防方的立场的东西是很简单 就是尽量妖魔化马哈迪这个人 讲这个人性 这个人可能有他的这个狡猾可能会变等等的 包括也策略上 他们也用策略上处理 就算有赢也是赢少少 没有办法修宪 但是所谓的立国资本 这个东西是不是可以被挑战的 后来你们有提一些所谓的 限制首相权力这些东西 有提但是只有一个截边在提 其他前面三位完全不知道这个东西 很像完全没有这份资料 因为这个东西是明年的政纲里面很重要的东西 所以如果说今天的这个国家制度崩坏 可能是比马哈迪离开的时候还要更糟的话 或者是这个制度是马哈迪 这个所谓的魔鬼制度是马哈迪创造的话 创造这个魔鬼制度的马哈迪今天要去破坏的话 你们可以朝这个方向去提 如果他能过到关的话 是不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角色 是不是把能将功输税 你们完全没有提这些概念 就是花时间在谈这个什么功过参办 我觉得是很奇怪 当然你们提这个功过参办的时候 有提出一个概念 到最后被模糊掉就是 功跟过对每个族群有不同的诠释 很多人为什么马哈迪 有些人认为是马来民族的救星 但是非马来人尤其是华士 可能就很感冒在早期的时候 所以这个东西是你们可以去处理的 但是方方这里就跟你谈 整个国家制度的伊斯兰化 或者是包括土足政权至上的东西 你们有碰到一点 这个东西可能是开始的 但你们不够有利 另外一个东西是 任何一个首相在80年代的话 面对那个时候的大环境 就是世界经济 包括国内的政治挑战的话 我觉得任何的 包括如果是登顾拉扎利 是首相的话 可能他也会做同样的东西 所以你们没有办法去把制度 人或者大环境下造成的一些东西切割 然后你们就一直捍卫马哈迪做的东西 我觉得这是很可惜的 我的简单的一个评织就在这里 谢谢 大家笑话 这里面应该只有我还蛮积极的在带队 跟当教练 所以我觉得我可以讲出正方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设计 而且我也有点反对 刚才则中说 反方只不过是在不停的重复一些话语 我个人觉得反方今天的架构非常的精密 单看你们桌上那堆书 就吓到很多人了 但是事实上真的 我个人觉得还蛮精密的 然后先讲一下为什么 我可以理解正方为什么尝试 要用以前的攻击去供过参半的 这一个前提 因为你们本来的意图 是想要说过去打狐 但是来到这一刻 突然间它是一道彩虹划过天空 马来西亚的天空突然从灰变成彩色 像还不攻大于过吗 这个阴谋 这个阴谋 或者这个意图就是很好的 你知道它唯一奏效的方法就是 如果你的对手今天打了 如果一般上打这样的题目 我们大概就预测 那些人打过大于公的一定会列举一系列 他做过的错事 然后你假如说你做过这样的错事 我也做过这样的好事 所以你的主编稿一开始的时候 才会非常努力的列举 他讲了做了很多东西 他怎么要飞除那个会面权 然后拿到什么样的 然后拿到国产策 兵威大修什么 你举一大堆这样的东西 纯粹是希望等 等一下对方如果列举一堆 他做过的错事 你说我这里有好事 所以公国参办 你论证不出来 但是今天你遇上的对手很聪明 他很早已经给你设定了标准 所以你们可以理解 为什么在过程当中 他们有一轮咨询会常是问你们 也跟你们讲说 请问你公国参办的标准是怎么得来的 你怎么突然间说他公国参办 你纯粹看到有公有过 所以公国参办 不对 他们得出过去已经是过大于公的标准 是从立国之本开始 然后立国之本 他们再讲得清楚一点 意思就是 就是一个国家的体制跟制度上面 有很多的建立 就在于这三大区块没有走进正途 所以一直走歪 才导致这个国家一直崩坏 所以他们设了这样的标准 然后从那三个大标准里面 去跟你们讨论的时候 你们公过参办的这个想要打糊的意图 达不到 那那道彩虹就射不出去了 OK 但是因为这样子实话说 我也体调能感受你们 尤其是节变在第一轮小节的时候 你很努力换标准 你换了第二个标准 你的标准是 其实我们要比的是 现在的马哈迪和纳吉 你看了一个新的标准 然后这个标准你的讲法是 简单来讲就是 现在的纳吉让我们活在水深火热当中 只有马哈迪能够带领乡村跟保守的马来选民 让我们走进布城 然后才让我们看到全新的曙光 这个部分实话说 我真的觉得有一丝的希望 看到你画出了一个全新的标准 然后这个时候就看一下 返方有没有回应 但是实话说返方没有想要理你这件事情 但是你自己也没有想要理自己这件事情 因为你讲完这一个小节之后 就不见掉了 自由边也没有人提 因为其实你知道为什么我觉得 这是唯一可能有一些希望的 就像刚才泽总讲的 如果对我来讲 我觉得正方最有可能能 撼倒反方今天这个架构的 就是无限的方大七纪论 和无限的方大两线制 对于一个国家未来 有多大的可能性 再加入一些可能可以参考台湾 可以参考美国 怎么样通过两线制或者两党制 就是能够带来一个国家未来腾飞 或者是很多制度上的改变的 这样子的一个画面的建构 才有可能跟对方的对焊 不然的话 你们一直停留在那个 工过参半那个部分 你们其实没有办法打赢他们 然后我为什么说 我觉得反方的结构 今天架构很精密的原因是 一般上他们跟你们讲说 一般上只要他立下立国之本 他对于立国之本的破坏 是已经无法挽回了 所以这样听起来好像就 还蛮足够的 但是他们今天做的第二层 我觉得更重要的东西是 他们会告诉你 哪怕你有带来一丝 改朝换代变天的希望 但是这个希望之后 对于国家往下进一步的建设 是不是也一定能带来真正的希望 我觉得他们做的功课 其实补的还蛮足的 一是简单多数票 这个东西在后面防守着 他会告诉你 其实为什么我觉得他精密 因为他前面谈的三个 对于立国之本的破坏 那如果你要救回这三个 立国之本造成的破坏 你必须要做到以下这些事情 而你要做到以下这些事情 是必须要拥有超过三分二议席 修宪或者是有大部分的选票 你才能够做重大的改变的 包括他们讲的什么 EA的世俗的那个条文 然后包括说可能像是 我看一下 要修宪 司法 大法官等等的 这些等等的制度性上面的破坏 他是必须要做 拥有这样子的条件才能做到 所以他后面也铺了这个东西在里面 然后呢 同时我也觉得他们也很 他们也清楚知道 你们可能也会列举很多的好处 所以我刚才讲你们那一招 为什么该评委会讲说 则中讲的你们应该是后制的 但是后来变成是他们在应付你们 你们有没有发现 一当你们提经济上面的好处 他们准备了一个经济的坏处 你们提法律上面他做了一个建设 然后他提法律上的一个破坏 然后竟然那句话是从他们的嘴巴里面出来 告诉你 你能提这个我也能提这个 你能提这个我也能提这个 所以这边其实没有的比较 真正的比较是在于立国之本 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讲 今天真的是因为你遇上非常 非常精细的对手 不然你们这些招其实还是有可能奏效的 然后最后给双方一些建议 给正方的建议 其实就是我刚才讲的 有时候比赛 现在的比赛很流行 蛮多的队伍因为在你准备的东西上了场 后来发现一上场 可能前两个就被打爆了 那怎么办呢 唯一办法就是想尽办法改 所以当你的结辈有尝试努力扭的时候 前面几位变手 不管三七二十一了 跟上 跟上狂追 还有那么一次希望 因为现在太多比赛 我去年一年下来看了很多比赛 太多比赛是突然间 其实那个队伍赢的那个点 跟他开的点完全是不一样的 因为他们后面愿意一直在修正自己的东西 然后管他是不是我原来打的点 我能打赢你就是好点 所以我觉得那个是关键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可以尝试跟学习 反正打到这个 我觉得打到这个关口了 我觉得可以真的 多一点勇气去堵这个东西 然后给正方的建议 其实我觉得你们一开始 像刚才君元讲的 为什么立国之本必须成为今天变地讨论的一个标准 我觉得你们打得太顺 顺到每个变手好像自然而然的觉得 这就是立国之本 他在立国之本就破坏了制度 这些话才会让评审觉得 你们不停的在重复重唱同一个调调 但是我在过程里面 当然也不能一竹竿打翻整船 然后我觉得三变是唯一一个 在过程里面有让我理解 因为他是唯一一个清楚的讲明 为什么这几个立国之本这么重要 因为是他告诉我 一旦立国之本没有纠正 制度没有被纠正 国家走的是一条歪路 然后就是不停的走向不平等 然后人民权益没有受到保障 最后人民本身不受益的 这样子的一个画面 我才知道 就到那一刻我才能接受 为什么立国之本 必须成为今天变地讨论的标准 所以我觉得是需要解释的 有时候我们很理所当然 包括说153 121那些 你们讲的时候 你们可能要讲明白 告诉对方 你们应该听得懂 也看得懂 他们听不懂 所以我觉得你们是有必要 让对手听懂 那我交流才会比较深入 然后 当然再细一点点的一个建议就是 这是关于刚才他们提的 那么一丝希望 他们提出我们要比较现在的纳吉 那我个人觉得 现在纳吉的状况 比较应该这样说 他说 我们现在如果由马哈迪带领的话 是因为他说马哈迪可以拉下 现在贪腐的纳吉 所以很有希望 但是我个人觉得好像不是 因为哪怕是他能拉下纳吉 也只不过是证明了乡村跟保守的选民 比较喜欢马哈迪这个人 不代表他们不喜欢纳吉 因为这些人 我个人觉得他同样也受着纳吉的恩惠 因为纳吉其实也不停的给他们糖果 不停的打他们票 只不过是突然间跑了一个马哈迪出来 对他们来讲说 这个我比较喜欢他 因为以前他对我更好 或者是我对他比较熟悉之类的 所以也不证明对方的立场 我觉得这个 好是好在最后 对方的前面变手没有跟上 没有把这个东西放大来打 那你们才过了这一关 但是如果他真的有的话 我觉得还是得应对的 以上谢谢 谢谢 谢谢 你参半还是公大于公还是过大于公 这个题目还不明显 这个题目是非常明显告诉你 马哈迪过去是过大于公 所以你去变他过去是公过参半 到底还要去跟他们争论 要讲兵卫大桥 要讲国产车 你问我的话 我是跟你讲 跟今天的变题 一点关系都没有 今天的变题不是在变这个 所以我刚才 我说幼城比较善良 他还是比较用鼓励的方法 来跟正方讲 我也愿意比较善良的来讲 这个部分是离题的 这个题目没有要你去变那个东西 你们花了一半的精力去变那个东西 是干啥 是干什么 我想是还是 我们作为裁判的责任 还是要把它点出来 要不然也不知道你们到底死在哪里 我是讲 这个部分 已经 前面这个部分 花了一半的时间去谈这个东西 已经注定你们是赢不了这场比赛的 更不要讲对方很厉害 先不要讲对方很厉害 你自己本身在 在理解这个题目上 就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那这个题目到底应该怎么样变才比较好玩 刚才上一场 这个建标有给了一些建议 又曾也给了一些建议 其实我的建议是你们应该一起骂老马的 你们一定要跟过去 跟他们一样骂过去的老马 把老马能够骂到多凶就骂到多凶 然后再感性的回到回来 今天这个92岁的老人家 愿意否定他过去的麻痹 今天的麻痹愿意否定过去的麻痹 这样的一种非常宿主感情的那一线的彩虹的曙光才会出现吗 所以另外一个角度 除了又曾讲的 其实你们要论述的一个东西 是如果今天的西连没有马哈地会怎么样 你从这个点上去切入 你才能够凸显马哈地在这个时候的关键的宗教吗 凡方讲他顶多只不过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其实这个是对你们很好的 没有那最后一根稻草 就不会死了 所以他不是量的问题 所以你们去跟对方辩论量 那是我用的熊一点 那真的是很笨的方法 因为这绝对不是比量的 这个是比关键比重要 我就是那最重要的5%的保守乡村力量 因为我老马才有办法动到 这个国家才能够改朝换代 这个国家才能够破乱反正 马哈地愿意去承担他过去的过世 像这个老人家这个时候站出来 他不公大于过吗 他的太太陪他四处奔跑 有多同情多感性 你只要讲到多感性 这个是你的出路 你跟反方一起骂过去的老马 他们就没有笑了 因为我认同啊 老马过去对死法的破坏是很严重的 老马是破坏种族关系的 老马是什么你就同意他 一点问题都没有 对你的利润一点都没有问题 甚至还帮助你一起骂 像他们什么立国资本那种都不重要了 因为你跟他一起骂的 所以这个遍体其实是 我还是回来 他是很明确的 他没有含糊 我真的是到现在为止 他要去帮你们解释 我也是觉得不通了 你打那个含糊战来干嘛 回忆参半 功过参半打来干嘛 我真的是看不懂 看不懂 而且也觉得 真的是没有需要 所以 你放到更低一点的姿态 其实你们是有用的 他就是一个契机 他就是 如果没有老马 我们连这个契机 连那个一步一步 慢慢来改革的希望都看不到 那个才是我们的严重 那表示我们要等另外一个五十年吗 所以老马的重要就是最后一根稻草 所以我的意思是整个的 这样的 他绝对不是去比量的问题 绝对是比关键跟重要 在当权这个局势底下 如果你再描述多一点 从过去的明年已经没有了80 那这个明年的力量被瓦解 那老马这个力量真好会来地补 你再多做一点叙述跟描述 来让你这个利润能够成立 那就很完美了 OK 正方 我必须同意又成 或者是讲的 今天他们这个论述的方法 我觉得很值得我们在场的同学参考 他真的很完美 我形容他完美是什么 他把几个东西 一个讲立国资本的破坏 这一层 下来一层 他就问对方 如果要谈功过 他一定要有立新功 老马的新的功劳是什么 看他第二层处理得很好 再下来一层他防守得很好 从过去的明年到现在的西年是向右倾的 像马来保守主义妥协的 所以他并不是一个进步的力量 他又防守了 说以后马来西亚变成非常民主了 非常多元了 没有再有种族主义了 也不是 所以你看第三层他又做了一个很好的防守 再来 他在辩驳上 当我们谈功劳的时候 马来西亚今天的民主化 他跟你讲 不谢一到五 我们几惨的 所以马来西亚的民主化是 这种社团民签组织 从1990年的林黄森到现在 不是老马一个人的功劳 如果有他也是那万分之一而已 你看他做了第四层的保护 然后再来 他提到 所谓的意愿跟能力 你们一定讲至少你要有意愿 所以他们就做了防守 你有意愿好 可是你不一定有能力 因为你是简单多数 为差胜出 所以你没有能力修改宪法 你没有能力做制度上的改革 所以你讲的改革 他都跟你讲 那个不是制度 那个不是制度 所以你看他又做了第五层的保护 然后再来 他又用了一个 所谓的 他们举的例子 就是你丢了垃圾 然后你把垃圾捡回来 这样子叫做有功 所以他对所谓的功过的一个标准 他用了一个很跨的例子来跟你讲 爐厕上厕所 忘记拉水回去拉水 这个叫做有功 他很刻画 有没有 所以你看他们铺成的那个层次 跟功的部分 手的部分 他做了很好的一个 我必须讲 我们在场面要给马大同学一个很热的掌声 这个 非常 非常严谨 非常严谨 特别是我 我非常喜欢他们提到的这个 从过去的明年到现在的西门 基本上是右倾的 这个是右倾的 所以这个右倾的力量 并不能够说明你是进步的 即使你赢了 所以你看他那个 整个那个思路非常清晰 非常清晰 即使我是明年的人 我也不许同意他们讲的是事实 所以 所以 所以我是觉得今天是 他们真的是一个 一个让我们辩论同学可以参考的一个 一个对辩论的一种处理的榜样 跟那种 那种处理整个利润的一种周延 一个周延 从进攻到防守 他非常清晰 他expect你们会怎么想 他做什么的防守 所以这整个的准备工作 可以看出是非常花时间 跟有 有整个心思去准备的 那我是觉得今天 我没有要扁什么的意思 不过他是两个很强烈的对比 就是大家在对待辩题上 其实 其实你不要想太多了 没有这样复杂 我们这些人在审辩题的那一堆 很麻烦很多 很厉害的那种辩论高手 他们其实帮你们想完了的 这个题目一定是公平的 不会不公平的 因为不公平的话 我们在自己的这些 这些老家伙面前 都已经是吵到乱了的 都已经是尽量做到最公平的 所以这个题目 其实你们 我不晓得 真的我到现在为止 还是不能够理解说 为什么你们去争论 马哈迪到底是公大过大 过去 因为这个辩题 其实你们不需要做这个事情 所以 我还是回来整个 整个全辩的一个精神 或者是最近我们 至少我们看这十来二十年的整个全辩 所倡导的一种 一种 辩论的一种 氛围跟我们尝试 让它产生一个 比较积极作用的一面 就是我们希望大家在这个过程里面 能够透过 因为你要比赛 因为你要辩论 透过这个比赛去提升 你对事情思考的深度跟广度 这就是为什么我称赞他们整个东西的全面性思考 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不然我们很多东西就会偏颇 就会掉进一面去 所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比赛 让大家在短时间里面逼你 你以前可能完全的不关心这些东西 完全的不懂这些东西 凌晃生是谁你可能都没有听过 可是你就是没有办法 因为对方讲凌晃生 你就是拨不了 因为你没有读 如果你有读过 你就知道怎么反驳吗 所以 当用ISA来抓沈木乙是团结 是为了团结 是可以带到团结吗 你不要跟我讲 可能真的很多人没有听过沈木乙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 逼我们在短期里面 因为平时我们在大学里面 他不教我们 我们知道自己学 所以这是创造一个平台 让我们自己来学 让我们自己 对我们自己的处境有一个更好的认识 对过去马来西亚历史 不只有官方版 而是有我们自己的民间版 有一个比较好的理解 所以我是想说 整个全面 其实这几年 这后期 我们都看到这个精神不断的在贯彻 不断的在进步 那非常 今天 我今天其实是 我 坦白讲 我看了一个是很娴熟的比赛 但是我也觉得 这样的一个比赛 让大家从正面反面都看到一个 一个完整 比较好的一种思考 跟自我能力的这种知识 跟能力的提升的重要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评审们给双方变手的点评 现在我们又请评审们在听过各位评审的评述后 投下这场比赛的总结票 好 现在到了大家最紧张的时候 也就是公布成绩的时候 再公布 在公布票数前 我将为大家揭晓 这场比赛的最佳变手 这场比赛的最佳变手是 反方三变的张绍贤同学 恭喜张绍贤同学 现在我将公布票数 在刚才印象票中 反方获得5票 现在我将公布分数票 第一位评审 黄俊妍先生 正方264分 反方320分 反方获得1票 第二位评审 第二位评审 陈评审 陈评审先生 正方286分 反方372分 反方获得1票 因此 因此 本场比赛的分数票 第二位评审 第二位评审 陈评审 陈评审先生 陈评审先生 遍 第4位评审 卡绍 转答 美食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